HELLO 大家好 我是Jack 最近市場上都不斷遙傳 政府明天的施政報告 有機會將500萬內的印花稅調整 由原本3%15萬 去改為跟200萬樓價成交的印花稅一樣 或一看齊就為100元 象徵式收了它 所以當然要看明天的施政報告才可以作實 我先戴上頭盔 所以今天會帶大家看兩間500萬 一些上車的屋卷 而500萬內我自己有衡量過屯門區 屯門、洪水橋、平沙 但衡量過500萬內較為上車適合你們的屋卷 今天會先看兩間 看看日後有機會再帶大家看 今天會看一個屋卷就是西鐵站旁邊的蝶欣廷 以及最重點的一件事就是會看一間財費花園 之前帶過你們看的 但當時的開價是504 雖然也便宜 因為面積是560多呎 但現在的業主最新的 應該也算是實收價 大概是400多萬 400多多呢 片尾再說 你們先看看單位 過尺價已經減得很誇張 作為一個上車盤來說 超級吸引 裡面的尺寸可以做到三房 560多呎 現在就立即出發看看單位如何 另外也要說一說 Part1號 今天18號出了價錢單 現在簡直是現樓開放 記住 一定要約我帶你去看 按我在影片資訊欄的WhatsApp Link 或者右上角我的電話號碼 可以約到我了 說一說上一次我帶大家看了 另外就是三房 兩房和一房的複式 不是一樓 還有一隻 細兩房和三房放了傢俬 還未帶大家看 這兩隻就留給你去找我 或者你去現場的時候 最好都是找我 帶你去看 說一說價錢 開放式 279呎 390萬 然後最重要是一房複式 只是536萬 然後細兩房 517萬 兩房660萬 還有一隻小 純三房 即我帶大家看那隻 609呎 784萬 其實價錢我覺得蠻吸引的 尤其是全新樓 加上它的景觀也真的蠻漂亮的 我覺得 如果你在找一些很舒服 環境很漂亮的新鴻基樓 一定要留意 如果你就算上車盤 其實一房複式 或者一隻細兩房 都可以考慮 你去看看尺寸夠不夠用才再算 也是 聯絡我 影片資訊 按我的Whatsapp 連結 就可以找到我了 那圖織、價錢 單詳細的付款辦法 都是我再Whatsapp 給你 或者親自跟你說吧 現在就馬上去看片 先看看兩間 一間減價損盤 以及上車損盤 現在出發 上來這間是蝶欣亭的兩邊廳間隔 實用面積381呎 其實一進來 就會看到單位裡 這個會做回客廳的位置 這個闊度是多少呢 大概是8至8.5呎左右 而這個單位 我們客廳窗的在向 會是向西北為主 其實北會比較多一點的 然後也會有一個對流窗 就在飯廳那邊方向 而飯廳的闊度 大概是6呎 鬆一點 深就是4至5呎 但大多數都會在這個位置 放一張2至4日的餐桌 另外來到廚房 讓我找一盞燈 廚房這個 都是發展商 原本一手裝修 今夜主換了少許櫃面的顏色 不過我想到時 你都會自己再換 然後呢 我其實也有見過一些業主 會將這棵牆打進去 做一個開放式廚房 那麼空間感會再更加大 接著來到細房 細房呢 這個大小 大概是 哎呀 7呎半 差不多去到8呎 7呎半左右 好了 然後呢 深度大概是6呎鬆一點 細房這間是足夠你擺一張 如果你勉強4呎床 可以擺到 就不會阻止開門口這個位置 另外旁邊這個位置 就放了一個衣櫃或者書桌 那比較起 比較起 如果是眼鏡房那隻小房 這間房可以放到一間床 就不用做床上窗台 另外來到主人房 主人房 這裏至這裏的闊度 大概是6呎半 然後這個深度 大概是7呎至8呎 而通常擺床 都是床頭角 靠那邊擺 或者左右 打橫擺進去 但是我見大多數 都是床頭擺進去多 而說回這個 就會有一個L型窗 透光度是1樓的 那對面是哪裏呢 對面是名言居 那它是一個 大概 層數不會去到很高的屋苑 單座的 可能這隻間隔 其他座數 或者較高的樓層 高過去的話 會開揚很多 那這邊 就是現在我們見到 西鐵站的距離 由我們現在落樓下 穿過平台 平台的大門 屋苑大門出 走過去 再穿過這個天橋 就會到 兆康站的F出口 那整個過程 最快可以說 是兩分鐘內會走到的 慢慢走三分鐘都行 好 現在我們看完 我們再去下一個 那就要來到這間 今天的重頭戲減價的單位 這間是彩輝花園 實用面積567呎 最重要 一定是說價錢和面積 價錢之後再說 現在先看這個單位 現在面積567呎 進來右手邊 是單位裏面的廚房 要重複說一次 因為之前其實已經有 帶大家看過這個單位 但是呢 如果有些觀眾 不相信 減了價的可以看回那段片段 我一直拍的片 價錢都是 明碼實價的 然後走進來 少許 多看一次廚房 忘記說 廚房的面積 這裡已經是4呎 然後這裡 足足有10呎深 可想而知 這個40呎的廚房 只是計活動空間 是相當之大 另外一隻曲尺形的廚桌 當然裝修上 一定自己做回裝修 會最舒服的 另外走進來 說到飯廳的位置 這個闊度是8呎 然後這裡去到這裡的位置 去到7呎 即是7呎成8呎 這裡 如果這樣計算 這個位置 就少一些 大概都是5呎 沒有5呎那麼少 6呎鬆一點點 這個就是飯廳 另外也有一個對流窗 對流客廳的位置 客廳這個闊度是9呎 乘9呎 也是這棟有一棟小一點的牆 可以計算是大概7呎左右 而景觀這裡會看出去 這個平台位置 相對上正正因為 它有這個景觀 所以會差一點點 而來到洗手間 洗手間的話 有窗不是黑刺 然後裝修 最好自己做回 但也不差 來到兩間的細房 細房的話 很大間 可以放到一張4呎半床 做三邊樂床 另外放在衣櫃位 在這個方位 或者在書桌都可以 接著就來到主人房 主人房 其實剛剛那間的主人房 跟這間的大小都差不多 而它會有入場衣櫃位 擺位置 擺位置上 它的入場衣櫃位置 都兩呎深 好 這個單位很快就看完 我們現在回公司再談 這次因為時間問題 彩輝花園和蝶欣廷 未必帶你們看到 交通環境 樓下的配套 飲食商場 這些未必帶你們看到 可以的話 按回我上次去彩輝花園的時候 拍片給你們看的片尾就可以看到 另外最緊要是拍片尾 如果你是在找一些新鴻基 真的優質低密度 住得環境很舒服的話 真的要留意一下 價錢我這次看到也挺吸引的 另外因為 你看我的影片也可以 但因為我自己看的影片 和我去現場 震撼程度不同 因為現場的環境 景觀真是美麗 真是舒服 歡迎你約我去看這個單位 今次這條影片到這裡 希望未來會再帶多一些 一些筍盤、優質盤給你們看 記得按LIKE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段影片再見 拜拜